各位大家好 又來到好東西要分享 下星期DSE就真正開始了 上次我們講了Bio 今次就講了通識 有什麼方法真的可以在最後這個星期提升你的表現呢 看看Channel的Banner上面有個學習平台 你按進去之後就來到Faith Education的網站 除了Bio之外就看看通識教育 題目的拆解就是教你們應付不同類型的題型 究竟整個作答的框架、思考的應假 是可以怎樣做呢? 當中顯示什麼概念詞呢? 而中間的保理命三千就是我經常跟你們說的 基本功無得妥協 由TAM、每一個段落應該怎樣寫 概念化、情景化、資料互證題怎樣做 以及有效性的題目 我三段有關性教育的片 這個性教育不是說男女性那些 而當我們要做評估題的時候 那些有效性、持續性應該怎樣去回答呢? 再回到還原基本步 第二就是人生四大衝突 疫情衝突和陣勢四大解案 這三套心法怎樣用呢? 第一個人生四大衝突 就是處理所有價值觀衝突 或者一些衝突爭議的題目 其實整個通識科有很多這些 不同時分者之間的意見一定是有雙左的 他們當中有什麼衝突呢? 人生四大衝突上與下就是鋪陳了四款的衝突 而中間這三段就是告訴你 在文憑市裡面究竟他用什麼的題目去考慮 而下面這三段就是當我們知道他怎樣考慮 怎樣拆解呢? 就是超實用的通識四大原始題形 通識陰濕的題形 以及一朝暴障的解題能力 而中間的疫情衝突歲月 是說整個疫情底下 究竟怎樣體現得到疫情四大衝突呢? 以及怎樣體現到一個黃金的議題呢? 而去到最後的陣勢四大解案 就是主要針對建議題的 怎樣看得穿問題背後的問題 從而去提出一個解案去解決它呢? 所有片呢 之前已經拍了給大家了 這段期間也有很多同學問的 有什麼通識的片是適合用的? 這一堆絕對適合你們用了 而第二樣要分享的呢 就是有關於《信報通識》了 他們跟往年一樣 都開放了一個免費的學習平台給你們 去看回十大熱門議題 如果你想看回其他內容的話 你是需要登入你學校的學生帳號的 如果你學校本身訂開信報 你就要有這個帳號 你有的 不過你忘記了你的學生帳號或者密碼 快點問回老師了 完全沒有訂過的 那你又想看看這些十大熱門議題的話 你是可以進入這個網子 免費去看回的 按下去之後 你會看回今年的民分史充斥 特別這個而已 它是打錯字的 其實也是2023年來的 如果你看完2023年的十個議題不夠 那就按到第二版 還有2022年 還有2021年的民分史充斥 你也可以看回的 這些民分史充斥 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按進去看看 這些資料如何幫助你提升表現 一開始給你一些文字資料 因為我們的卷一資料回應題就是這樣 有些資料 然後學會什麼 做歸納 抽取重點 然後有數據的話 其實有多少少情景化給你們去理解一下 當你答題目真的看到這些 你有少少數字 在心裡面可以寫得出來 然後 相關概念 除了TEAM的答題框架 第二個基本功沒得妥協就是概念化 你在整個通識科不同單元學了很多不同的概念 而在議題裡面 你怎麼應用出來呢 然後 持份者爭議就是我教你們的人生四大衝突 不同持份者在不同議題當中 都有不同的立場和理據 當中他們的信念 態度 價值觀 利益 有什麼爭議 衝突 而到最後尾 就是擴闊思想的思考問題 今次說的就是提出建議 即是陳世四大解案 去到其他議題 又看看 去到第二個議題 又如何擴闊你的思維 拉到落罪底底 今次叫你就著中國政府 推動青年參與基層社區工作 去舒緩他們就業問題的成效 這就是我想教你們的性教育 那些有效性、長遠性、可持續性、即時性之類 你學懂了沒有 所以快點看Faith Education的網頁 又或者看信報的網頁 或者你如果有帳號 快點登入去看看答題技巧 或者看時事議題 去增潤自己的情境化 都是有用的 我梁Sir也有一段影片會拍給你們的 就是講解一下時事 又讓你們知道多些情境化的事情 下段影片再見 Bye